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酱油 今天这一支视频是彩妆丢器剂 整理出来一些不用的彩妆品 这么多 在扔掉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么多还是挺吓人的 也是我讲完了 会放在上一支空瓶剂的 德国专用的黄色的 帕控的拉袋里 然后直接丢掉就可以了 我先把这个打开放在前面 然后我们开始来说这些东西 先说这四个装钱 我去年夏天有一支装钱的视频 就是大概说了11款装钱吧 然后这四款呢 这四款呢就是差不多用完了 或者是我不想继续用了 就直接扔掉 一个是尼维亚的这个虚后乳 有一阵非常火 然后很多欧美的youtuber都把它测试 当装钱用嘛 然后就是什么kimi啊什么的 然后我也是被种草了 就去DM随手拿了一罐 三欧左右吧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还挺惊艳的 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当天正好去了健身房还是什么 就觉得那个吃装度还是很完整的 后来就是想不大起来用吧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乳液之地了 我觉得这个噱头比较大一些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用 大家如果不好买到什么 这种欧版的这种虚后乳的话 就别买了 就很普通很普通的 接下来是这个切尔氏的这个装钱 然后它是含有硅杆的一个装钱 有色的装钱 但是我现在它已经完全分层了 给大家挤一下 就是已经挤出来先是液体 然后挤出来完全已经 已经分层了 就是没法要了 就是已经变质了 其实我买它 它后面标的24个月 我觉得没有用到24个月 最多也就一年半吧 它就变质了 然后这个是Sumura的泡沫隔离 我非常不喜欢 它泛白泛的非常严重 而且非常黏 对 然后这个我也用了很久了 也是不用了 它其实已经快用完了 是的 对 我不喜欢Sumura的这个隔离 它火的时候我没有买 火完了以后再买 反正也不喜欢 然后白SL的这个装钱 然后也试着它有点分层 而且 这款标的后面是12个月 开封12个月 其实它已经到差不多到日期了 这个Top Secret是刷子版的 刷子版其实是澳洲卖的一个版本吧 比较方便我才专门买的它 然后它刷子其实还不错 然后它是这个刷子可以 就这样旋转嘛 一面on一面off 一面的话就挤不出来了 一面的话就是可以挤出来 对 然后你再把它转过去 这样子 在脸上刷匀了就可以了 你清洁这个刷子的话 你转到关闭的那一面 然后用水清洗这个刷子就可以了 但我也是不再用了 然后这个之前在那个垃圾产品吐槽里 吐槽过的这个 也是根本就没法用 因为它太油了 非常油 油到 油到 油到我没法喜欢那么多油 就是油到崩溃的油 就是大家去看我垃圾产品吐槽吧 然后就是没法用 我准备把它扔掉了 涂身体都没办法 太油了 然后这个 是个BECA的粉饼 这款粉饼已经超过两年了 而且我已经用到铁皮了 所以我就准备不要它了 而且它就是 看很久了以后 它是有点结块了 对 已经物超所值了 基本用到这个程度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这个也是不再用了 BECA的这个粉饼 粉饼已经停产了 现在买不到这一款了 因为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所以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小袋子 然后袋子不会扔的 袋子我以后 会把它拿来装耳机 然后 或者是装别的粉饼 然后 只是把这个粉饼盒扔掉 然后 睫毛膏 这个也是 挺久了 就是 盖干的都干透了 就不再用了 然后 NIX的这个双头的修容棒 其实我很喜欢 嗯 特别是 这一边 这一边我特别喜欢 应该用了 用了不少了 然后 而且 找不着这个 而且这个盖失踪了 所以 就也是 不再用了 直接把它丢掉 睫毛夹也是 寿终正寝了 这个是直村秀的局部的睫毛夹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垫片 也是不知道去哪儿了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自生堂的那个 嗯 睫毛夹用了很久了 它原本的这个垫片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 后来是我每次用的时候都会 它特别好用嘛 但我每次用的时候 它都会夹断睫毛 所以我后来发现 嗯 它这个垫片被上面 这一个东西给 嗯 夹出一道钩 就是一道凹陷来 然后 所以每次夹睫毛的时候呢 都会 断睫毛 就是新的不会 然后 就是因为用太久了 所以它夹出一道钩来以后呢 就是 夹出一道钩 一道凹槽来之后呢 就每次都断睫毛 然后 我之后买了那个 凯毛矿的 以后的 它多余的这个垫片呢 我就把它垫在这里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崭新的睫毛夹了 但是也是用 又用了半年以后 我就把它 直接扔掉了 这个睫毛夹得赔了我两年了 已经 足够长了 完成它的使命了 然后 Cutrus的这个调色的遮险啊 就是 大家看就是完全是铁皮到不行了 所以我也不要了 因为也是挺久的了 对 就是也是用了超过一年了 所以就不要了 然后 笔状类的 Colourpop的这个 是不是用完了 对 Colourpop的这支用完了 这支不好用 软还断 特别难用Colourpop的眼线笔 然后 这个是 Miss Hannah的 这个好像还能用一下 这个留一下吧 然后 没保脸的这个应该干了吧 它是这种样的 笔状的这种头 非常难上手 别用 然后应该也干了 然后这个是 很早年的 这是Pew的 双头的眼影笔 就一边是 粉 眼影粉 一边是 这个是雾面的眼影粉 这边是带闪的 对 这边是带闪的 这个 也是不大显色 都画不出来了 而且也很久了 这个也得超过两年 扔掉 然后 STILA的这个 旋转头的眼线胶笔 也是完全没有了 不是特别好用 STILA的这个 旋转头的眼线胶笔 也是 比较容易断 比较容易软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 Solong Solong 反正就是 台湾的那个牌子的 也是用完了 然后 Inisfree的眉笔 早年还是特别喜欢用 早年特别喜欢用 有Inisfree的眉笔 还有艾丽小吴的眉笔 都非常好上手 也是 现在不喜欢用了 然后 Urban Decay的眼线笔 不要了 然后 这个是 E2House早年的卧蚕笔 这个白的 根本就没法画卧蚕 而且我年纪大了 就没法装那个 萝莉画卧蚕 也是不要了 但是它其实还不错 挺好用的 也挺顺滑的 整理出来早年的一些指甲油 感觉都有点分层了 你看这个Easy的 这个 就真是有点分层了 都不要了 然后 这个是Essence做法式指甲油的 挺好用的 没做几次 但是 都是 有年头了 就不再用了 什么这种的 都很久了 得超过 超过一两年了 也是 指甲油都不再要了 Essence的这款高光 嗯 就是 这款高光 就是挺有名的 那个KEMI推荐的这款高光 也是被我摔过一次了 可能是 就把它用成这个样子了 也是不再要了 这个是 呦 都都都都都都 都这样了 结块了 也是不要了 这个是艾莫莉的单色眼影膏 不要了 巴利亚的海绵蛋 特别难用 特别难用 别买 扔掉 艾莫莉的这个气垫腮红 然后 也是 黏粉太久了 直接扔掉 它是 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气垫粉饼 似的 它就是一个腮红膏 然后用粉铺上嘛 嗯 很容易化 然后黏乎乎的 但是 不准备要了 这个有点瘴气 所以我就不敢用了 这个是胃的那个 美白的面膜 就是梁花系列的美白面膜 我为 就是在改版之前嘛 嗯 它的网站上 就是这个 旧包装系列的 就是旧包装的 东西都打到三折 所以我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 其实这个梁花的 还是挺好用的 但是 它有点鼓起来了 就是我其实用了不少了 但是 不知道它胀道了 就跟那个酸奶似的 所以我也不敢用了 这个我也要把它丢掉 嗯 去年画特效妆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画 这个万圣节妆容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要了 把它扔掉 这还有一个也是 艾莫莉的这个眼影膏 也是挺久了 超过两年了 就不再要了 然后 Hobby Brown的这根眼线笔 就是到底了 它是削的嘛 就削到底了 我也不要了 好 基本上就说完了 然后 又是收获颇多的一道 好 这一道可以现在把它扔掉了 那这支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